说起周瑜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那不就是个被诸葛亮气到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倒霉配角吗 但在《三国演义》第29回里 孙策在临终前 常委给弟弟孙时全留下一言 他内事不绝 可问张照 外事不绝 可问周瑜 只可惜周瑜不在身边 不能当面诸托 为什么周瑜对孙策那么重要呢 同样是突估重臣 周郎的艺术待遇咱就远不如孔明呢 那么在正史中周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才 今天我们就把时间拨回到汉墨 来看看孙伯福与周公瑾 这对江东双臂的历史佳话 这一切还得从两家的交情说起 191年孙签在替袁树征讨黄祖师被杀 为他壮烈的牛马 啊不戎马生涯画上了句号 他的老板袁树 含泪没收了他的部下 好在孙签之前把长子孙策和其他家人 都安置在了卢江书县 当地有个小家族 很照顾他的家人 这家好心人姓周 家族之前两代都当过官 也不大就是当朝太位 这一代家主也无非是在曾经的首都洛阳担任洛阳令 总之平平无奇 住在卢江的时候 周孙两位公子的交情相当好 周公子周瑜把家中南边的大宅院送给了孙公子 两位十六七岁的少年还升堂拜母 有无通共 就差洗劫连礼了 孙签死后 十七岁的孙策不得已 还是得听老爹的上司袁树安排 直到一九五年 他在筹准时机 好说歹说 从老板袁树那里 要回了父亲孙签的旧部 向持兵立养 攻打 镇守在那里的刘瑶 王朗 夺取一块独立的地盘 但光靠手底下这些人 要打一场硬仗有难度 为难之际 他首先想到了自己一父一母的好兄弟 周瑜 写信问他能不能来帮帮忙 很快 周瑜真的来了 还带来了他们周家在担让的军队 双方联合一举击破横江金和当立口要塞 顺刘东夏直取取额 击败刘瑶后活捉了 还没当上司徒的会计太守王朗 仅用九个月就拿下江东三军 奠定了一方基业 袁淑一看 哟 小周那么厉害 就很缠他的资源 在表彰孙策功勋的时候 顺手把周瑜也招入麾下 老NTR的 对这时候的孙氏集团来说 周瑜不仅是好兄弟 更是学中送炭 代资进足 真正的天使投资人 这为双方合作奠定了毫无缝隙的亲密基础 但创业这事 光有交情 还不够 还得看能不能优势互补 孙策虽然骁勇 但在到处是豪门显幻 动不动就四十三公的年代 长沙太守之子的身份 还无法让他像有些穿越小说的主角一样 王八之气一开 小弟那头变白 更何况 在业界群雄眼里 此时的他 依旧是元树元三爷的小弟 真想要站稳江东 得搞定当地的山寇和世家 但无论是战山为王的匪寇 还是盘踞一方的家族 那都是铁打的老爷 他们想要交交流水的县丈 您想要顺台阶而上 代价是低头啊 如果你是孙策 战吗 战啊 从一九五年开始 他接连击败吴郡太守许贡 安东将军陈宇 乌城山贼 盐白虎 在了明史高代周星 就连和孙间有交情的嘉兴太守王胜 落到孙策手里 也被以雷霆手段灭了全族 仅已生命 但孙策真的生性好杀吗 三国志上写得清楚 这哪是什么杀心 分明是个爽朗倜傥 关心民众的年轻人 相比那些师位素餐的名门 他更像是一枪孤勇的战士 不是不想用人 是那些对手实在不当人 可那毕竟是世家大族横行的汉末 光靠杀法果决 没有合纵连横 得不了天下 不幸你看 197年干啥啥不行 吹逼第一名的袁三爷 就仗着汝南元氏的名声 都能打称帝的念头 还在袁树手下的周瑜 几乎是立刻找了借口出差 很快回到他的孙策身边 顺带捎来了另一个名垂青史的人才 鲁肃 鲁子敬 三年前的合作是交情 三年后的握手是周瑜倾注了身家姓名 他用行动昭告天下 大新闻 大新闻 孙氏集团公布宣布脱离原始财团后 卢江周氏 索哈 全补资产 支持孙氏集团 我们看到 总经理孙策先生 正在亲自迎接他的好兄弟 周瑜先生 当场授予其 敬畏中郎将之位 在门底观念根深蒂鼓的年代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家盟更有说服力呢 各地识人见状纷纷开始相信 这位外来者也是能合作的 很多年后 吴俊明门陆氏的后人陆基 在回忆当年时说 周瑜家盟后 同方者以内附 等气者以企及 而江东改夺事宜 但孙策毕竟是得罪了太多人 两年后 愁愁满志的他 被先前死在他手下的 许贡的三个门客 偷袭丧命 年仅二十六岁 已经升任中护军 且刚刚平定豫章如临的周瑜 在听到此时候 立刻带兵赶来 正史中 并没有内侍不觉问张昭 外侍不觉问周瑜 但有一局分量更重的 以中护军 与掌使张昭 共掌重视 那是孙策的临终安排 周瑜的排序 还在张昭之前 为对得起这份信任 周瑜毫无二话的执行了孙策的遗嘱 怎么证明呢 在公开孙权 接任孙策破鲁将军职位的宴会上 孙策的母亲 特意让孙权管周瑜叫哥哥 表示咱是一家人 这已经是极亲近的表现了 毕竟周围宾客 大都只是称呼孙权为将军嘛 也就周瑜可以管这个弟弟叫弟弟 但周瑜是怎么做的呢 他独仙静静 辩局沉洁 对主公表达了忠诚 或许在周瑜心里 唯一的至交已死现在 天下再没有兄弟了 既然伯父最后要我辅佐他 那就拿他当自己的主公吧 周瑜做了什么呢 当鲁肃觉得孙权望之不似人主 寻思要跑路时 周瑜大力挽留 说陈运带流逝者 必心于东南 你信我 留下来 为孙氏留住了一个未来的核心智能 当集团老将成普 对年轻的周瑜表示不满 觉得小崽子怎么空降到我头上呢 动不动就吐槽他羞辱他 周瑜只是折截荣响 为团结人才不予计较 如此哑量 倒让成普绑不住了 后来他逢人变夸 与周公紧交 若隐纯劳 不绝自罪啊 黑转粉了属于是 很快 这份团结就迎来了外部压力测试 208年 消化掉刘表残部的曹操 率大军南下 冰封 直抵荆州 作为相对弱势方 孙氏集团面临着生死考验 我们是要选择站 还是降 不少将领都怂了 如果你是周瑜 你站吗 站啊 13年前的孙伯福 13年后的周公警 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 就见周瑜为集团高层冷静的分析局面 说目前曹操集团虽然看起来庞大 却有四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 北方还没定 他的后方还不够稳 第二 荆州水脉交错 北方骑兵 无法驰骋江河 第三 隆东时期 曹军转运粮草比较困难 第四 南方有瘴气 有病毒 若他们水土不服 大军很容易崩溃 接下来的事情 看过我们讲赤壁之战那期的小伙伴肯定都了解 周瑜说的这四条 几乎都应验了 纵横北地的虎豹骑到京湘之地 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善水战的窘况 他们集中打造的营地 成为日后水土不服 亦并爆发扩散的温床 在曹操担心梁道被切断后方崩溃的顾虑中 孙氏集团连流抗曹战略派上右场 最关键的一击 同样离不开周瑜 他采纳黄改建言 先炸降后火攻 让曹军陷入绝望 哪一年33岁的周公警 像当初和孙策并肩进攻皇祖时那样 激昂地杀入战场 收割敌军的生命 很快 北撤的曹操对关中用兵 汉中的张禄与一桌的刘张 也开始了又一轮护折 曹操的北方 确实不太平 周瑜看准时机向孙权请令 趁刘备没向西进军 我方应尽快挥师入属 西连马超北攻张禄 然后我再与将军惠师相扬 如此中原传习可定 如果没有意外 这张蓝图好像真有希望 刘张和张鲁的才能比孙权更不似人主 属实不难征服 西北马师盘踞已久 若曹操不掌武德 将来避其反复 若趁机西聚巴蜀 东连无处 先握住两米财富中枢 再向中原着陆 到那时孙世基也可成 我周瑜也对得起伯符 但历史就是充满意外 在这蓝图刚展开 画笔未落下的时代 210年 也就是孙策遇刺身亡的十年后 周瑜在出发入蜀前 应病辞世 享年35岁 随着周瑜隐命壮年 一切可能性都引入沉烟 再加上孙权此后的作为与成就 导致这张蓝图逐渐歪了轴线 当奉汉家为政朔的三国演义 传遍民间周公警 也就成了陪恋 曾经的雨扇观金被附会给了孔明 曾经的赤壁大伙 成就了借东风的身影 一代英才 不得不在戏剧舞台上 哀叹 寄生于何生亮而亡 可他明明和诸葛丞相一样 壮志未愁 身先丧